而换了一间工程行的员工 开着20年的老货车 到了工地准备上工 没有想到他们才一下车 整辆货车就沿着斜坡开始倒退路 眼看事态紧急 两名员工是纷纷上前 使出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怎么拦也拦不住 过程当中还不小心受了伤 所幸最后成功跳上了车 并才下了刹车 才结束了这一场惊魂 那么事后工程行的老板调阅监视器 觉得危险但又觉得好笑 把画面PO上网也意外的引起热议 蓝色货车逗退路 两个人根本挡不住 驾驶被车们撞到四脚朝天 立刻爬起来继续追 那时候下车你要干嘛 下车我就要拿那个车门档 然后转身的时候就跑掉 那你就跑下去追啊 我是确定有拉住 可是他自己下车之后他自己跳掉 花莲吉安一间螺丝工厂 三号上午员工将货车开回厂区 不料货车手刹车弹开 顺着斜坡往下溜 驾驶跟助手太紧张 蓝车画面又超级无厘头 结果被工厂老板上传网站 短短两天点阅率竟然破百万 我在工地他就传讯讯给我说 他受伤了 然后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就掉监视器来看 然后一看知道 没想到这么好笑又这么危险 想说我呼吁大家 真的是手刹车下车手刹车要拉好 最好是路挡期货会比较好 这台倒退路的大货车 在工厂门口被追上煞停 老板立刻将车子送进工厂检修 至于被车门KO摔倒四脚朝天的驾驶 幸好只有右手擦伤已经没有大碍 虽然老板好气又好笑 但还是严肃的告诫两名员工 货车停放千万小心 记者中文报道